一直以来 BMW Malaysia 在我国市场都少了一款钢炮的车型 现在我们终于等到了这款期待已久的 M135i 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这一代的BMW One Series 它从以往的后驱平台变成了前驱车款 所以今天我们会带大家看看 这个前驱的平台和之前的后驱车款有什么不一样 然后这款车有什么卖点 M3131 开装 是采用后驱平台打造 虽然说操控表现不错 但是在外观上面的设计比较普通 所以在和 Airclass W176 的竞争中处于下风 而这一次 B&W 就吸取了市场的反馈 所以打造出了相对年轻化的全新 One Series 这个全新的 One Series 是基于 B&W 的 FAAR 前驱平台打造 这个平台其实是源自 UKL 的前驱平台延伸出来的 但是它的模块化设计会更为灵活 另外它还可以兼容插电式混合动力 还有纯电的动力配置 也就是说未来我们能看到这个纯电版本的 One Series 在外观的设计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样延续了全 LED 的头灯组 另外它支援眼镜光灯自动切换 而这个 B&W 家族的盛行水浆护照 可以看到它采用的是一个点阵式的设计 下方的空力套件 还是这个多吨的设计 最下面一层是 Piano Black 看起来的层次感是非常分明的 加上这个红色的车身色 这辆车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运动化 在这个车头的下方呢 你可以看到一个雷达 这代表着这个 One Series 呢 是拥有先进的主动安全配备 包括了自动紧急刹车 车道偏移辅助 主动式定速巡航等等 所以这个安全呢 可以说是 M135i 最大的卖点之一 作为运动车型 这个轮圈如果不下一点功夫的话 真的是说不过去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轮圈的设计 其实它是采用了双色调的设计 这里比较深色 这里是浅色 但是其实都是有一点磨砂的材质 这个蓝色的刹车卡键很巨大 看起来很爽 毕竟啊 这台车的马力表现其实超过300匹 如果这个自动不加强的话 这款车可能真的会刹不住 而这个轮圈的尺寸其实也非常的薄啊 它的尺寸是 235 35 R19 其实搭配这个车啊 我觉得这个轮圈设置是非常好的 不知道你怎样认为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哦 这个全新一系列 One Series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车尾的设计 这个光调的LED尾灯真的是非常的勾人 再来呢 因为这个是 M135i 车型啊 所以它的空力套件也做了相对的设计 有扰流的效果 而且呢 它采用的是双边单出的排气管 这一个还是 Piano Black 哦 这里也写着 M135i 还有 X-Drive 代表它是一个四轮传动的车型 至于这个尾箱空间表现 我们可以看到深度还算不错 但是这个高度有点欠缺啦 不过呢 我相信会买到这款车的朋友啊 可能对这个尾箱空间表现不是太在意 这款车如果是你载你的女朋友出门 放一下行李 其实还是可以应付的 同样的呢 这个车是没有备胎的 其实在上一代的 BMW 1 Series 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M135i 车型 甚至是 M140i 车型 可是因为它是后轮驱动的车款 所以它是重置布局 它可以容纳 L6 的 3.0 涡轮增加引擎 动力表现虽然很出色 但是在马来西亚市场的话 3.0 的排气量 意味着你要给着更高的这个入税 所以在这一代车型上面呢 更换了这个前置前驱布局 它的引擎是横置的 排气量是 2.0 公升 它的最大马力达到了 306 HP 峰值扭力 450 Nm 这个引擎的动力呢 其实和这个 A35 差不多 所以它的指定对手就是 A35 它的 0-100 加速表现低于 5 秒 这个成绩来说其实是非常出色的 重点是它还支援着一个 X-Drive 系统 也就是四轮传动系统 它可以做到前 50 后 50 的扭力分配 因此这款车的循迹表现呢 应该会相当不错 至于变速箱方面 它采用的是前驱的 8 速自排变速箱 这个 One Series 的内装设计呢 它基本采用了这个 BMW 全新的设计 你可以看到它的内装设计 很多的零件其实是和 G23 系列共用的 例如这个冷气出风口啊 这个仪表啊 然后这个排挡杆等等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排挡杆 这个排挡杆不再使用以前 BMW 那个鸡腿的电子排挡杆 而是一个圆形的 我个人觉得它的手感其实是更好的 另外引擎启动键啊 然后这个 Auto Start Stop 啊 然后这个驾驶模式切换 按键全部都在这里 重点是它采用了电子手刹车哦 往正面看呢 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 它采用了这个和 G20 一样的数位化仪表 看起来很酷炫 可以显示的资讯也很多 另外呢 它采用了一个新的 N Sport 的方向盘 手感不错 后面有这个换挡拨片 如果开这台车的话 我相信这个驾驶感呢 会很不错 这个方向盘也会帮助 你提升这个驾驶的感受 而我最喜欢的地方啊 就是这个赛车同以设计的前座双座椅 看起来真的很帅很热血 而且重点是它是双色搭配 给你更高的层次感 基本上呢 这个极具的车款啊 我们不能要求这个空间表现很出色啦 实际上我坐在这个 One Series 的后座 我是觉得空间有点局促啦 头部的空间很小 这个腿部空间也很小 所以压迫感蛮重的 但是呢 这个双色调的座椅呢 就会给你比较明亮的感觉 也比较有层次感 不过呢 空间小虽小啦 但是一些配备上面也没有被拿掉 例如冷气出风口还是有 后座充电的这个 USB 也是有 但是比较可惜的是 它是 Type-C 啦 所以如果你不是 Type-C to Type-C 的话 那么你可能需要一个转接口 另外呢 这个中间的空间表现呢 因为它是四轮驱动的车型啊 所以它有一个传动轴 吃掉了一点的空间 所以中间的乘客啊 哎呀 应该会做得蛮辛苦一些的 其实啊 我个人也相当喜欢这款车 不知道你对这款车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啊 你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和我们分享 以下呢 我们会打出这辆车的价格 这个是免除了这个 50%销售税之后的价格 如果要买这台车 就要赶快啦 OK 喜欢这次的视频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哦 拜拜